茫茫古韬骇浪 跌跌不修房市 财富避风港 再何方 在经济暴风雨中 是观望等待天晴 还是财富自救 不是牛熊共舞 该捡马还是危机入市 身处经济的悬崖边 怎样才能处变不惊 今夜长青 本周末财富自救讲座 8月20 21下午2点 高端客户 Centennial Road 午餐讲座 8月27中午12点 报名电话 1877 253 8288 好消息 保本增值的年金 绝不蝕本 锁定利润并送10-20%红利 现在就将你的401K Aira CD 转换到Simon 保险理财权威 赵世文 时间有限 立即打18887466688 好消息 保本增值的年金绝不亏本 锁定利润并送10%到20%红利 现在就把您的41K Aira CD 转换到Simon保险理财权威 赵世文 时间有限 立即拨打 11888 746 6688 华语电视SinoTV 一个呈现精装综合节目的华人电视台 每天24小时献给您无限的精彩 无限的黄金时段 最新 最快 最完整的第一手新闻资讯 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以国粤语为您报道 全球重大新闻抢先一步 新闻资讯随手可得 华语电视还有最新最强的超级电视连续剧 有笑 有泪 有爱情 有亲情 为您播放两岸三地和韩国最受欢迎的电视剧 节目多姿多彩 内容包罗万象 每天还有一连串最有趣的综艺节目 带给您一家大小无限的惊喜 超强的阵容 劲爆的节目 欢乐就从这里开始 华语电视SinoTV 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电视台 观众朋友 欢迎回来 Frank Liu 你好 周伟好 好的 观众朋友 现在我们要来听听看 让Frank Liu告诉我们中国富豪 到美国 到加州 到矽谷来买房子的 这些故事 对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说 其实他们 我再补充一句 他们年龄大概 比较45岁到55岁 OK 很厉害 那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说 这个保险一定要保足 因为刚刚我讲 为什么那个律师那么多 因为就像汽车保险 一定要买那个 100万的auto insurance 这是最重要的 对 因为你知道 我们在这边 这个律师这个 他比较 deep pocket suing 这个很重要 是的 好不好 我想这边有一个图 这个 这栋房子 这个造一下 这个房子 最主要这个A群给我打电话 说 Frank 我有这个listing 希望你来看一下 先讲这是在哪里 Tiberon Tiberon就是 Marine County 对 在旧金山北一点点的地方 对 这个是16000尺 Living square feet 大房子 Long size大概是五万尺 五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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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有那个网球场 OK 有室内的游泳池 它价钱是大概是 2000万 美金 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 现在美国这些 大的豪宅呀 这些东西 开始就往中国 这边 就是target 所以这个房子 就是Frank 你 preview for 中国富豪的客人来看的 可以这样讲 对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说 中国富豪 这个变成一个新的名词了 其实说实在 他们是 就跟周德刚刚讲 他们是走全世界的 买全世界的房地产 到英国啊 到纽西兰啊 到澳洲啊 加拿大 吵得不得了 把门款都给提高了 那EB在门槛 对不对 从50万提高到80万 但是为什么我想 为什么要到美国 对啊 why 那我突然就说 你到美国 你给我only one reason 你告诉我 reason 为什么要到美国来投资 到美国 因为美国是一个 历史以来 全世界最强盛的国家 到现在还是这样 那怎么证明 全世界最强的 全世界最强盛的 那你就看 SP500的大公司里面 名列前10名的 有80% 都是美国的公司 可以这样讲 所以我 我做了一个功课 我的top 10 brand name in the world 来听听看 全世界十大品牌 全世界 第一名 Google 在加州 第二名 Microsoft 在我们上面 第三名 在美国 第四 IBM 这边有大本营 第五 麦当罗 当然是美国 第六 Apple 就在Cupertino 第七 Channel Mobile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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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上了 第八 G1 美国 第九 Toyota 日本 第十 Marble 也是美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中国富豪可以做一个选择 对 为什么要到美国 我们都知道就是说 这个在中国做得非常好 但是要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地方 将来希望还是也许在美国深造啊 这个工作啊 这样子也许再回去啊 这样子 美国 它是Top 10 Brand Name 它一定有这个 这个八个里面是美国 一定有它的道理 就是啊 对不对 一定有它的道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 这个美国 我想是这个世界的首选 好 为什么要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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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说 我想加州天气好 Being number one 加州跟纽约你会选哪里 我一年一个地方住一半 OK 还是加州啦 你知道纽约一到冬天的时候不得了 那个时候我就来加州 纽约到这个北京 跟加州到北京的这个距离 加州比较近 好 我排了前十名最贵的ZIP Code OK 加州 第一名 Direct Direct 在加州 91008 91008 在加州 第二 Astenton 94027 第三 Rolling Hill 这不是我讲的 这是Google摄取出来 是的 Top 10 ZIP Code in the United States 在美国 OK 第四 Alpine New Jersey Dieu New York 10014 Berry Hills 加州 加州 纽约 多汉 Beverdeer Tiberon 就是这栋房子2000万 Tiberon 加州 纽约 Santa Barbara 又是加州 几个 123456 6个 60%都是在加州 在加州 他们的平均价位都是在300万以上 加州人口多 对 对 然后加州是世界 它的GDP 是世界排名 第八 第八 对不对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离得又近 而且你在加州 你说我们在圣河西好了 嗯 因为我们觉得感觉在 不是不是在国外 哈哈哈哈 我们在这边住很久了 哎 什么地方都很方便 我们当年来这里的时候 阳光又好 什么都好 对不对 Freeway是全美国最好的freeway 对 所以为什么要在加州 为什么要在硅谷 为什么要在湾区 Silicon Valley high tech的 Innovation OK 你看 刚才的80%的公司 有几家都是在我们矽谷湾区的啊 对 对不对 然后刚才的十大全世界排名最贵的zipcode 就在全美国 也有60%都在加州 对 GDP湾区是排名17 全世界排名 你看多厉害 这个硅谷是全世界的GDP排名57 跟那个奥地利是同名 你看跟人家一个国家同样的 那你说为什么要在硅谷 很简单 Google最近砸了125亿买Motorola 的Mobility 哇这是很大的交易吧 对 然后Apple也有一个事情 Apple超过 超过ExxonMobil 这是哪一方面超过 在市场占有值 现在是全美国最大的公司 最大的 然后我们有Facebook 所以硅谷我一直在讲到 它自己在变 五年以前没有Facebook 对 对不对 它自己在变 它是一个我常常在讲 我们都知道日新月异 我再讲一次 硅谷是高科技的不业城 对 它是十星秒异的地方 对 这是永远在变的 永远走在世界的尖端 你说你不把孩子送到这里来读书 Stanford 那个Berkeley 都是最有名的 名校也是在这边 对不对 Timing is everything 怎么说呢 因为说实在的 你说十年以后 今天房地产会不会再涨 当然会嘛 肯定的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不买 你什么时候买 买在加州 买在鬼谷 最重要 好 我们的时间呢 马上就要到了 我们Frank呢 是不是要在节目结束之前 给我们做一个Summary 我觉得这个房地产会起来 明年是一个决定年 我在讲 但是more likely一定会起来 但是我想最多些 最重要还是利息 最重要还是利息低 所以能够买 做投资 不管是EB5移民 或许说买一个商业楼宇 我觉得还是这个硅谷 弯曲还是最好的地方 谢谢Frank 所以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Be happy be positive 对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 谢谢您 观众朋友 最感谢的就是您的收看 我是周乐 祝您晚安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字幕之后